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上 看似强大无比的雄狮 不但要经历同类间的残酷厮杀 还要抵抗疾病的清洗 上天赐予的好运气 往往也是决定生死的关键因素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北部 提姆巴瓦地保护区 莫斯瓦里营地附近 这里是全球最有名的动物屠宰场 已有偿狩猎狮子而臭名昭著 很多有名的狮王 在这里被残忍地终结了生命 如雄狮鬼影 雄狮索贝里和儿子杜马 兰花银雄狮 老伯明汉雄狮等等 还有很多无名的狮子 惨然倒在了罪恶的枪口之下 这两头名叫史陶和班达的雄狮 正在逃离提姆巴瓦地保护区 一路北上 前往克鲁格最北部 他们本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四尸联盟 大哥被保护区出卖 死于有偿狩猎 然而一名成员的离去 并未让他们摆脱厄运的纠缠 不久前在与姆比利大头的打斗中 老二不幸受伤 由于身患牛结和疾病 伤口长时间无法愈合 导致病情加重而亡 在接连痛失两名兄弟之后 备受打击的史陶和班达 放弃了尸群和领地 远走他乡另谋生路 首先迎接他们的 就是眼前这条湍急的河流 哥哥史陶率先下河 看起来他游泳的技术不错 现在正是雨季 只是短暂的洪水引起的水位上涨 幸亏没有鳄鱼出没 很快 史陶已经成功过河 但面对汹涌的河水 弟弟班达却变得有些胆怯 他只不不前 不敢下水 兄弟俩隔河相望 哥哥史陶驻足对岸看着弟弟 似乎鼓励班达大胆过河 弟弟还是犹豫不决 转头寻找水位较浅的地点过河 在岸边徘徊许久之后 最终克服内心的恐惧 慢慢地游过河流和哥哥成功会合 历经半年流浪生涯的史陶和班达 开始进入最巅峰的时期 在亲眼目睹哥哥被枪杀时所造成的恐惧记忆 在时间的冲刷下 渐渐变得模糊而远去 生活一直在继续 在经过各种磨难和生死徘徊之后 犀利的眼神 强健的体魄配上浓密的大黑棕 让他们显得威风凛凛 此刻 重新拾起的自信 在荷尔蒙的加持下 唤醒了哥俩东山再起的强烈欲望 他们盯上了一个无主的诗群 作为陌生的雄狮 想要得到母狮的接纳 可不是那么容易 一只母狮上前呲牙咧嘴 对着史陶帅气的脸庞就是一顿乱毛 这下把史陶惹急眼了 把母狮按在地上一顿摩擦 突然另外一只母狮也加入了战斗 场面显得混乱不堪 强壮的史陶追的两只母狮四处奔跑 虽然英俊的脸庞被挠得满脸是伤 可征服了母狮一切都止了 而此时的班达被四只母狮围攻 虽然打斗场面激烈 但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班达需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展现自己强大的力量 通常 外来的雄狮会杀死狮群中的幼狮 但这些幼狮已经快两岁了 目前还算安全 最终史陶和班达都得到了母狮的认可 他们终于又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旱季的来临 开启了狮群最艰难的时光 在周围的领地中 可选择的猎物已经所剩无几 水牛便是其中之一 锋利的尖角和笨重的体格 让他们成为最危险的猎物 史陶为了在狮群面前表现一番 领着一只母狮开始了捕猎行动 母狮率先发动攻击 一头水牛不知道是自信还是鲁莽 竟然离开牛群 对母狮展开了进攻 母狮和水牛不断地迂回 史陶的到来使得水牛撒腿就跑 母狮一个猛扑 水牛不断地嚎叫 史陶赶紧上前接过了母狮的位置 捕猎大型猎物成功的关键因素 就是让它失去平衡 水牛不断地挣扎 没有放弃抵抗 牛群开始反击 母狮上前拖延时间 留给史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史陶不负众望 用强大的身躯使得水牛慢慢失去平衡 捕获到这么大的猎物 足够失群的每个成员都有份享用 此时旱季已接近尾声 大雨倾盆 成千上万的动物迁徙归来 一年一度最幸福的时光终于来临了 一只脚马刚刚降生 站立不稳 脚马妈妈却转身离开 让它独自面对危险 进入母狮的捕猎视线 小脚马挣扎着战棋 想跟上妈妈的脚步 对母狮来说 眼前的猎物如此孱弱 而且孤立无援 它甚至不必小心翼翼地伏击猎物 而跟幼崽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脚马幼崽奋力地摆脱着 想要逃离母狮的束缚 由于猎物充足 母狮完全不饿 可是像这样送上门来的猎物 实在是难以抗拒 脚马幼崽仍在拼命地挣扎 可是它的命运已经注定 猎狗群也在抓紧时间 享受这些过剩的食物资源 它们使劲拽住猎物的臀部 开始展示高超的韬钢技术 脚马此时彼此还难受 在一个僻静的树丛中 怀孕三个半月的母狮 为史陶和班达诞下了幼崽 出生的幼崽完全不能自立 一天之后它们才能睁开眼睛 由于有着史陶和班达 两只强大的熊狮保护 幼崽们顺利地成长 生活无忧无虑 时刻都在发生变化 它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新鲜事 在这个猎物丰盛的季节 便是一只这骨 也赶在小狮子身边绕来绕去 在吃饱喝足轻松自在的时候 母狮似乎很享受 这个难得的亲子时光 小狮子的捕猎技术 通常是在玩耍中练成的 熊狮休息时通常是躺在地上 什么都不干 它们一天要休息20个小时以上 和幼崽无忧无虑不同 两只前任狮王的儿子被赶出了狮群 现在兄弟俩成了流浪者 只能靠奔走他乡来摆脱困境 兄弟俩互相摩擦身体 互相适应各自的气味 这有助于促进兄弟之间的感情 只有结成联盟互相帮助 它们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在这片全新而又陌生的草原 处处都能找到猎物 但是年轻的熊狮经验不足 它们不得不从小事做起 鸵鸟在野地里产下几只卵 却让两只年轻的熊狮享受了一顿美食 在旁边守护的鸵鸟束手无策 只能无奈地看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兄弟俩已经长出了黑厚的棕毛 它们越发成熟强壮 开始在其他狮群的地盘 大摇大摆地行走起来 此刻哥俩正巴拉着地面 好像有什么吸引着它 哥哥从洞里抓出了一只猎狗幼崽 曾经低三下四的小熊狮 现在已经拥有绝对的力量 并组成强大的双氏联盟 它们捅了猎狗的老巢 猎狗幼崽在捷南逃 这种暴力行为 表示它们将成为这片领地的最新霸主 二哥们不得不离开被狮子破坏了的家园 两只威武的年轻熊狮 已进入热血沸腾的美好年华 它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震慑猎狗 那就是接管在这里定居的狮群 作为狮群中的主要成员 这只母狮已经感觉到一场 疾风暴雨即将到来 狮群的地主熊狮是一头独狮王 它势单力薄 再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大家庭了 狮群被外来的熊狮接管 最倒霉的就是母狮和新生的幼崽 但兄弟俩正在跃跃欲试 一只年轻的熊狮 突然向一个小山丘走去 它的兄弟依旧待在平地上 面对两只强壮的熊狮 原来的老狮王已经没有了战斗的勇气 绝望地离去 失去狮群之后 它前途渺茫 未来一片堪忧 狮群中的大部分成员都以仓皇而逃 在小山丘上 第二只年轻的熊狮 正一步一步地向小狮子逼近 此时的它就是一个残忍的毁灭者 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 母狮会不惜一切代价 去保护自己的幼崽 母狮竭尽全力阻挡入侵的熊狮 但继任者必须清理前任狮王的幼崽 以确保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 他们会毫不怜悯地杀害 上任狮王留下的血脉 虽然母狮阻挡了第一只熊狮 但第二只熊狮已经开始了它的杀戮 一切都来得那么短 幼崽全都被屠戮殆尽 母狮已经无能为力 在年轻熊狮的眼里 这样的杀戮以司空见惯 它必须保证自己未来的权利 由于两只外来熊狮的入侵 这个狮群原有的秩序已经被彻底破坏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母狮还会怀孕产下幼崽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经过一次次血与肉的洗礼之后 两兄弟已经深谙其道 那就是 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 想要成为强大的狮王 它们必须学会残忍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多谢点赞和耐心观看 我是动物日记 我们下期再见